为了应对逐年增加和日益复杂的海事安全威胁 新加坡海军部队将推出全新的海事保安无人驾驶水面艇 一旦全面启用后 它将连同巡海护卫舰 携手提升我国水域的安全 来看记者林良全的报道 这艘无人艇由海军部队、国防科技局 以及国防科技研究院联手开发 它采用了最新科技如自动导航系统 和本地研发的防撞探测系统 让无人艇在繁忙的新加坡海域运作 而在我国海域内 每天约有一千艘船只穿行 凭着十多年的研发经验 我们的科技已显作成熟 并转移到许多其他的系统中 从而取代了人力操作原在危险任务 如扫雷、除雷的行动中的需求 并能减少人力的依赖 无人艇可运作长达36个小时 并配有长距离扬升装置 和武器系统 有助加强我国的海事防卫能力 这无人艇能进行24小时巡逻 并且驱逐可疑船只 这将增强新加坡海军部队的监视 与应对海上情况的能力 无人艇将会由两个人操作 所以能善用资源 它也能允许军人更安全的执行任务 海军表示 无人艇小队所需的操作员和工程支援人员 主要由全职和战备军人 以及一小部分的正规军人组成 这艘无人艇只需要两人操作 跟护卫舰所需要的基本23人少了许多 另外无人艇也可以让操作员 更快地策划和执行海上巡逻任务 以及远程的监测可疑船只 测试计划预计将在今年底完成 新传媒新闻记者林良全报道